欢迎来到五间总结的时间价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见到护心粮市今次是高开的 资金紧张 银行间的资金利率 昨日已经全线高达大约5% 市场认为近期准备金率这些手段 继续推出的机会已经被大大降低 所以银行股是向好 上证组合指数升14点 半日收报2,756点 深圳城市方面半日升了43点 半日收报1,659点 护心300指数升13点 半日收报3,003点 另外港股表现半日升了110点 半日收报2,2857点 成交额有263亿 继续期指方面升134点 去到22,878点 高水20点 成交量有57,000多张 国企指数升60点 去到12,749点 另外看蓝筹股表现了 继续期指数升1,79.95点 中移动升1,69.8点 中行方面升1,4,2点 公行升3,6,22点 建行升1,7,13点 港交所升1,169点 新地方面跌8,117,4点 长实升5,117,7点 中行香港跌5,先报23,5,5点 国寿升5,先报26,3,5点 中海游升3,4,报18,5点 中石化升1,2,7,51点 中旅方面升8,先报6,6,1点 中国海外跌8,先报15,8,3,4点 腾讯升1,215,4点 另外看新股的消息 内地最大的地板生产商 中国地板今天首日挂牌 看到半日收布2,98 轻微高过招股价2,95 中国地板董事长蛇学斌就说到 近日美国商务部 就中国73间地板出口企业 征收10.88%的反傾销税 由于公司的出口比较小 所以影响不大 他又预测上半年的盈利 8,100万人民币 有信心今年的盈利 可以维持去年的水平 公司去年是赚了3,4亿万人民币 这个时间 加分给Alita继续看半日的表现 谢谢 Licol 新美嘉宾就来自我们要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先生 郭sir 你好 不如都讲下两只新股 今日新股表现 中国地板2083 半日收市刚刚Licol也提过 收布2,98 给他招股价2,95 升了3,000 我问郭sir 会否以今天这只新股的表现 其实近日来说 新股上市很多都是很个别的 尤其是你好像米兰站那样 升了百多个percent 全世界都拍了手掌 没有百多个percent 只是几十个percent 七十个percent 当然都拍了手掌 加能可上市的时间 就有少少反复 但始终今天上招股价上 至于中国地板 其实都是有少少咬住 在招股价上面 情况就不算太差 早前开出来3元豆粒 最好见过3.5元 薄有微粒 但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我自己觉得 如果说基本因素比较强 以及背景比较厚 有句比较潜质 老实说我真的有少少爬 我觉得是佳能可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身边的人 营购佳能可的 相对比较少 因为始终尺比较大 还有一件事 这么大的尺寸 就符合了一些 国际巨无霸的基金去营购 座勇巨资全世界的基金 都是找投资对象 这次其实也吸引到 一些比较大尺寸的基金去营购 以现在这个价格来说 相信微粒的走势 不会太急 但会慢慢慢慢 摘高一点 摘高一点 有没有沽压呢 老实说 那些货在强者手 他不沽的 你哪有沽压呢 就算我和你有少少加能可 赚点赚点赚点赚到最后 都是没有货在手的 反而中期来说 他就比较可取的 至于你说基本因素 比较厚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地板 其实是不差的 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地板 一些生产 其实不是自己做的 是判给下面的人去做的 当然有监管 看质量 我也去过公司看过 有些漂亮的木造的地板 真是平方米 即是三尺三尺三尺 是五、六千元的 但有些便宜的 借渣木 或者是人造的 一些合成的木板 其实是很便宜的 大概是一百九十元 二百元不到人民币 一平方米 但两者同一个情况 是很硬正的 如果你铺在地面 走下去根本就不知道 我那天看过 也看过一道木门 贵了 原来那道木门幾万元 可能我都觉得几万元是很贵 但他说原来还有更贵的木门 因为木材的价格是很贵的 可行的地方 在秘鲁和云南 是有自己的森林 一些木材生产商 最重要是有上游的原材料 如果有自己的森林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但一些上游的原材料 木质都有两种 漂亮的木 用来做桌子 或者用来做门 或者用来做櫃 那些很贵的 那些很贵的 绝对不是我们买的傢俬 一千多百元的木 我们做的那些 是那些人造的木 但如果一些 軟的木 多数是做纸张 其实被砍伐了不少 例如一只新股上市 在印几十万本的招股书 大家都不会拿去看 不过就浪费了很多资源 郭sir也跟着你刚刚说的 嘉能河今天曾经升月 去过支股价66.53 今天高位见过66.55 半日收市是66.3 另外一只半新股米兰站 今天是跌超过8% 是收报2.3 不如说完新股 用点时间和郭sir说一下大市 还差一点 就好像升到十天线楼上 有没有说要站稳多久 才叫做大市可以转势 我放个图和大家谈一谈 其实今个月到现在为止 当然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3号23924 到昨天日中低位22519点 跌了1405点 技术上来说是比较弱的 这是无可否认的 下周一是期支结算 今日和明天可能是一些 其支转仓的活动所主导的 所以势头 或者会看到有些好仓大户 趁机会反击 趁机会反击 还要配合很多东西 刚才Edita问我 没错 距离十天线 可能是一百点都不到几十点 如果能够回到十天线 如果能够回到十天线楼上 超过三天 起码 那技术上来说 真是短静了 市好像是靓仔翻了 不过 有没有机会再上呢 要看成交金额 老实实近期来说 五百多亿成交金额 多些是六百多七百 这些动力是不够的 因为上面还有一条五十天线 我要提到的是 2011年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上落市 2011年的低位是3月17日的22,123 高位是4月8日的24,468点 2345点的波幅 是宽了整五个月的市 现在六月都在来头 还是未有突破的 昨天曾经一度 好像想试一条二百五十天线 不过没有跌穿 也跌不到 我自己也是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就算指数 真的轻轻是失手二百五十天线 都是说这个月的反复的波幅 是比预期中为大 实际上今个月跌了1,405点 相对4月份只有1,000点波幅 今个月是大了 传统智慧跟我们说 五穷是六绝的 老老实实 五月是否穷 当然穷 沽货又难 买货又难 如果你买的话 很多时候买哪一只都要输 反过来 在这麽低的水平 看看市盈率只有12.1倍 怎能沽得下手 就是说蓝筹 大家都是招牌双手 不做事 但那些股份就阴下跌 最低限度账面上就输了钱 戒毒为止窮 6月是否这麽绝 我看就未必 最重要是看美国的QE行动 到底是2.5 3还是真的退了 但我始终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美国是不会退 不论怎样都好 应该是漸漸明朗 还有还有一个 在这个下跌当中 我发现一件事 沽压不是那麽大 似乎来说 市盈率不明朗 但就不是差得那麽重要 好 谢谢郭sir 上半周的直播节目到此为止 要郭sir申报一下 刚刚说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持有的 好 下周1点半 继续我们要财财景台 发达赶场的环节 报多次行指收市 就是升110点 22,857点 国企指数升60点 12,749点 半日成交有263亿